为了帮助优秀清寒的学生 草屯国际统计会日前前往草屯国中 颁发清寒奖助学金的活动 除了肯定学生的努力以外 也希望透过小小的心意来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草屯国际统计会 我们特别的来草屯国中 来做社会服务工作 我想我们是在这边 来给草屯国中 颁证优秀的清寒奖助学金 虽然说金钱不多 但是我们草屯国际统计会 就是本择服务社会的一个信念 照顾学统 我们特地的与我们的会友 特别拨时间来草屯国中 来做一个社会的工作 消防也表示受到疫情影响 学校目前都才以线上教学为主 对许多家长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相当感谢统计会的关心 我们今天感谢草屯同计会的所有的会兄 然后特别拨空来到我们草屯国中 来颁证这个优秀的清寒奖助学金 那我们学校大概有20位同学都获得这样的奖助学金 那其实在疫情这停课 这两三年来很多的家庭里面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很顺利的上班 然后影响了家庭的经济 那这样子的奖助学金确实让我们的学生在校内 可以安心的比较安心的就学 因为也贴补了一些家庭的用资 我们很感谢同计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胜出援手的机会 新议院李仲仲也到场参与 李议员肯定同计会的付出与努力 也勉励学生们要好好努力 最有意义关心我们教育 关心我们学子 鼓励我们学子的一个奖励 今天特别来鼓励到我们清寒家的学子 来颁证奖助学金 在这个比较清寒这一块 我们同计会一部分各个角落 只要有他们需要去帮忙的 我们同计会的会兄 大家都同桌共济 都全力以赴 同计会也表示 这次总共颁发20位学生 每位1000元 未来若有困难 同计会也会给予协助 让学生无后顾之佑的来学习 记者邱品毅草图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认名